好 那同樣的道理 不同的半導體材料發光的什麼不同 顏色就不同了 一樣有能系 什麼叫能系 就是駕電帶跟導電帶的距離 跟剛剛一樣你是一樓還是五十樓 一樓到七十五樓 一樓到一百樓 是不是完全一樣 對 再來 能系小發光能量小就是紅光 能系大發光能量大就是染光 再來要用能量大的光去激發能量小的光 我們重複剛剛的說法 所以我們來看 假設有一種原子叫做氮化加 各位請你翻到 六十頁 這個氮化加 它是發藍光的材料 這個很重要 這一定要畫起來 因為氮化加是科學家發現 目前發藍光LED最好的一種材料 最適合的一種材料 那它的能系是一百樓 所以各位注意這就是101 這氮化加大樓 這種亂寫的 然後呢 當你給它一個藍光的時候 電子會跳上去 然後電子掉下來 是不是就發藍光 這樣可以嗎 那同樣的道理 大家問我說 既然我已經有藍光 幹嘛還要再造它 然後讓它發藍光 所以在實物上 這個半導體呢 我要讓電子跳上去 通常不會用光去造 我通常是用電去做 電也是一種能量 我要讓你LED發光 不需要用光去造 是用電去加 你就加電給它就可以 電子就會跳上去 再掉下來 這樣可以嗎 同樣的道理 這個叫做深化加大樓 深化加固體 它是發紅光的材料 所以你只要加一個紅光 它就會跳到50樓 然後掉下來 是不是就發紅光 這樣可以嗎 好再來 假設這個叫做淡化加 所以能系是不是100樓 所以你對它造藍光 是不是發藍光 你造綠光它會怎樣 不發光 對不對 跟剛剛一樣 那你造紅光它也不發光 這樣OK嗎 再來 假設這個叫做零化鋁 各位零化鋁在工業上 是拿來做綠光LED 就是那個紅綠燈 那個綠色的LED 所以呢 它發的是綠光 它的能系是75樓 所以你給它造100樓 你造藍光它會發什麼光 綠光喔 注意喔 不是造藍光發藍光喔 因為它是零化鋁 它能系只有75樓 所以你造藍光它就發綠光 你造綠光 電子跳到75樓掉下來 是不是發綠光 你造紅光它是不是不發光 同樣的道理 這種東西叫做深化加 能系是50樓是不是紅光 所以你對它造藍光 電子跳上去再掉到這裡 再掉下來 所以發紅光 那這一段是不是發熱 同理你造綠光 是不是發紅光 你造紅光 是不是發紅光 就這句話 要用能量大的光 去激發能量小的光 這個是電漿電視 然後呢 這個是藍色螢光粉 是不是發藍光 這綠色螢光粉 是不是發綠光 這是紅色螢光粉 是不是發紅光 這裡面的氣體 要發出什麼顏色的光 紫外光 紫外光 因為紫外光打到紅光 紅色螢光粉 才會發紅色 它打到綠色螢光粉 它也會發綠色 就會發綠色 它打到藍色螢光粉 藍色螢光粉 也會發藍色 紫外光能量 是不是比這三種都高 所以是要用能量高的光 去激發造成能量小的光出來 這樣可以嗎 你的 這個電漿顯示器的這個面板呢 它裡面用的氣體 一定是要發什麼光 紫外光才行 如果你選了裡面這個氣體 是綠光 或者紅光 或者甚至你用紅外線的都不行 因為能量不夠